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等阿燕明天全赛结束再说 你已经打定主意 要离开龙城是吧 上 我本就准备赚了钱回家养老子了 那好 我祝你一路顺风 大概是因为连番恶斗的原因吧 这一个月 武术专精竟然上升了一个百分点 也多亏了有着还钱药 才能坚持这么久 打完最后一场 就能彻底摆脱着脑人的病了 希望那胖子的承诺是真的 今天这场结束 你是不是就要走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查了你的银行账户 你把钱全都取出来了 看不出你一个臭打拳的还能赚那么多钱 勤劳致富嘛 高风险 当然有高收益啊 好 对了 这个东西你拿去 想不到你还能送东西给我 是临别赠品吗 算是吧 好漂亮 你家祖传的 昨天在商场买的 用这个 抽烟的时候手指不会被熏黄 而且你用起来肯定很好的 有明显的样子 傻瓜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 有机会一定回来 阿妍 如果我求你不要走 能不能留下来 对不起 我不要你道歉 房间里 我也给你留了礼物 等下记得拿走 朱棣姐好 朱棣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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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书棣姐 朱棣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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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竟然是子母鸳鸯月 少见 有句话叫做兵器越怪 死得越快 你听过没有 如果我求你不要走 能不能留下来 喂 你听到我 废话 赶紧开始吧 这家伙还是老样子 勇尖 徐天赐 你叫了 把他投入近身战 才好发挥我的优势 这是 只要他万字网上一抬 元人就能削了我的手 差点上了他的当 看招 看你怎么躲 哼 还好手机没事 不然也要和你一样变单刀了 今天机会难得 能让我见到正宗的八斩刀 不过我也不白见 这是紫舞鸳鸯月 南方几乎没有 就算是回礼了 刚才那招 叫日月同辉 可惜你的紫舞鸳鸯月是单手 不正宗啊 若是双手 你流血的就不是手臂 而是脖子了 哼 我看未必 哼哼 别怪我欺负残疾人啊 这小子 是吃定我右手没办法防守 想专攻这一路 我还没完呢 被他送去了 以为我要抓你右路 这下左手也伤了 你拿什么赢我 你 可恶 天 天刺 孤祸鸯每周三更 畅爽观看 热度不断 精彩不断 万古最强宗 这个暑假看军长孝 如何招最强弟子 成最强宗门 做最野掌门 每周五准时更新